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它停了 它们就不发现我们了 解放 怎么停下了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哪不对劲了 看见那棵树了吗 有鸟窝那棵 嗯 怎么了 你看那些斑鸠 就在窝边飞 它们也不进窝去 这说明什么呀 姐夫 你的意思是说 这有埋伏 李老板 别多虑了 昨天晚上这杀手被咱打跑了 哪还有胆量再来打埋伏 听我姐夫的 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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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你先走 我掩护你 要走一块走 我的任务是保护你顺利上任 你快走 信封 光没了咱还可以再买 要是人没了就只能买棺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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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箱子箱子 上 走 下场箱子 处 来 下场走 走 达 VO 他 眉毛 和日军在哪 和忘了这碑 清清的小材 战胜难得你会再过我的河 进来 来来来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继坐 最近治安怎么样啊 游访村的何寡妇偷汉子 被公婆发现了 婆媳粮吵了起来 公婆被咬掉一只耳朵 何寡妇跟野汉子私奔了 还有吗 蒋家村的村长丢了一头大姑牛 他怀疑是同村的狗蛋偷的 带着两个儿子打断了狗蛋的腿 狗蛋他娘把村长告到了乡公所 就没有点别的 有 那个北门顺发杂货货的伙计丁丑啊 偷看老板娘洗澡 被老板看见了 拿刀追了两条剑 差点闹出人命了 我说牛二啊牛二 你这个警备队长是怎么当的 你成天给我报些这个偷鸡摸狗的破事 我问你 能升官吗 能发财吗 举总 没有什么事情 说明咱县城治安好啊 太平啊 这几任县长死的死杀的杀 这太平个屁啊太平 我是警察局长 我肩负着保镜安民的重任 这总得有点正气吧 要不怎么升线 那咱要不把县长被杀的案子给破了 怎么破 这明摆着是日本人干的 你找日本人要人家 您看看 大事您管不了 小事您又不管 那咋办呀 你说说 咱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 日本人呀 别跟我提日本人 我告诉你 警备队那就是一杂牌 小妈养的 打日本人那是中央军的事 再想 那咱敌人谁啊 我问你呢 还是你问我呢 我不知道啊 你个猪脑子 是汉奸 对对对 是汉奸走狗 人人得耳不止 是 我要的是他的脑袋 你带回来的是他的行李 阿九 江湖 是怎么混的 这小子比我们想得要滑 第一次行动时候铺了个空 第二次压根就不在轿子里 对不住 孔爷 阴沟里翻船了 那他现在还剩多少人 还剩两个 其中一个肯定就是李三强 不过我想他受了惊吓 肯定不敢伤人了 我们伏击的时候 那姓李那吓得屁滚尿流 那忒怂了 幼稚 他虽然这官是花钱买来的 可伟人状上 有省主席的大印子 他花钱是真的 就这么大推长股回去了 那钱不白花了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他肯定会回来 再回来伤人的 孔爷 要不然我再多带几个兄弟 就算挖地三尺 我也把他找出来 都打草青蛇了 还怎么找他出来呀 挖地三尺 这是国统区 动静闹太大 要出岔子的 那您的意思是 让他来 既然他想往刀尖子上撞 让他来好了 等他进了武则城 再收拾队也不止 你回头到城门那儿去 给我守着 给我查 查出几个汉奸 这就是攻击 比你那些什么鸡鸣狗刀 那不强太多了 是 孔金彪今天要到商会 给他们训话 我一会儿过去听听 有什么事 你到美乐心院来找我 举座 孔金彪训话您去干吗呀 您也太给他面子了 那不是我给他面子 咱警卑队有一半的军响 都是他给的 我那是给 前面子 明白了 下面 让我们欢迎 武则县商会会长 孔金彪先生训话 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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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咱们武则县 目前的情况 很堪忧啊 我们的县长 三番五次地遭了毒手 百姓们跑返 人心浮荡 商铺关门 保安团 溃散 情势很严峻哪 日本人 虽然没有兵临城下 但也离此不远 就在那儿对着我们的武则城 胡适丹丹 我们守城的武装 只剩下警备队 还有商会的自卫队 虽然形势很严峻 但也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只要我们精诚团结 一定能够共渡难关 共享太平 对 我爹说得没错 诸位 咱们县上我爹的资产是最多的 他都没有跑 你们担心什么呀 孔会长说得真是太对了 只要咱们一条心 咱武则县 几十万民众啊 任他小日板 来个万千把的 都还不够咱下酒的 说拿我们当傻子的吧 这省里边都不管咱们了 也不给泰克县长来 这几十万的人 听谁的号令啊 谁说省里不管我们了 新来的县长 已经在路上了 姐夫 终于到武则县了 机灵点啊 里边藏着枪呢 走 老大爷 这里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查这么严呢 啊 最近不是闹鬼子吗 这查的就严了 哦 嗯 嗯 嗯 姐夫 嗯 你查得这么严 咱们 就你废话多 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进城之后且等着享福吧 宋盘主啊 秋月姐还回不回来啊 这堂会到底还唱不唱啊 要不找人先替一下 废话 小秋月不在这堂会怎么唱 咱宋家班 全凭着她在这儿撑门面呢 陈总啊 啊 她上网统资还院去了 还院去了 哎 姐夫 姐夫啊 啊 哎 干嘛呢你 不知道先来后到啊 哎 姐夫 姐夫 怎么了 吃枪药了 啊 我赶着唱堂会呢 你谁呀 你谁呀 唱堂会怎么了 我还赶着卖柴火呢 柴火我都包园了 把你都能买了 你信吗 老子不卖 这位小姐是这样的 这柴火呢 已经有人买了 所以她不能卖给您 怎么了 出高价都不卖 藏东西了吧 呦 说中了 做点心虚了 小姐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吵什么吵什么的都 呦 请 查他们 等会儿 把他们好好检查检查 哎 别查 别查 我是李三强 我是县长 你咱不说你是神长咧 给我查 哎 别查 别别别 队长 查会儿有枪 我然是间歇 给我绑了 别乱来 我真的是李县长 我告诉你们啊 绑县长是要杀头的 再给我废话 我枪毙人 带走 走 走 怎么样这是 放开我 放开啊 真的是李县长 诸位 刚才我的手下 抓到了两个奸戏 我特意让牛队长把他带过来 让咱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 来攻审 以真我武则县 抗日救国之正气 严惩罕奸走狗 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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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白白的 杀无赦 杀无赦 杀 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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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洪言 人来了 快点 快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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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挺硬气啊 当汉奸还当出威服人 毛局长 我们学的是孔孟之道 是礼仪之邦 就让他们站着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啊 到这儿来干人吗 我们不是谁派来的 我们也不是奸细 他说他们进城是卖柴火的 但是在柴火里 发现了两支枪 这就是物证 这物证人证俱在 你还想抵赖 这都是我编的瞎话 编瞎话 犯法吗 那两支枪怎么回事 你们是打猎的吗 不是打猎的 那两支枪是用来打鬼子 打汉奸走狗的 这么说你们不但不是奸细 还是抗日的大英雄喽 英雄算不上 保家卫国嘛 人人有责 对吧 他还说他是新任县长呢 县长 县长 他又是县长 那我就是 我我我我 小小点 我要当小罗城 你打了吧你 侯局长 这两个不能留啊 赶紧拉去 闭了 带走 放开 本少爷 我就是新任的县长 胡说 谣言惑众信口辞黄 我现在就应该闭了你 温虎 来来来 案子我还没审呢 不能草剑跟废 审什么呀 见不见 穿成这样的吗 狗眼看人低 知道什么叫 微服私访吗 像当年康熙 微服私访的时候 我还卖过烧饼呢 我穿成这样 就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守城的 你怎么想现在就 闭嘴你 哥 屁包啊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李三强 家属哪里 省城 我爹是松鹤堂的掌柜 半个长沙城的药铺 都是我们家开的 李先生是我姐夫 我们如果西洋镇的时候 被人追杀 行李和盘产全都掉了 我姐夫跟饭店老板 换了一身衣裳 才换了一口饭吃 李先生 那你的伟人状呢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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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就大了 所以我把它藏在了一个 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等安顿所们再去了 你上任 就只带着你的小舅子 没有啊 还有六个卫兵 但是在青阳镇的时候 他们为了保护我 殉职了 举座 他说的都对着伤好 前几天青阳镇 发生了交火事件 死了不少人呢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青天白日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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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各够都听好了 李仙长已经上任 大伙不要听戏谣言 都回家过安生日子吧 叶长 姐夫啊 咱们的伪承状都掉了 上哪儿去找啊 不想护住这帮家伙 咱们的脑袋就已经丢了 要是找不着呢 不就一张破纸吗 还能难倒我们 放心吧 我来想办法 李仙长 县政府到了 姐夫 这就是县政府啊 一点都不气派 还没你们家宅子大呢 李仙长 我早知道 您是宋贺堂的少东家了 您是见过世面的人 跟您家的豪宅比起来 这县政府确实寒酸了一点 委屈您啊 我是来当官的 又不是来做少爷的 孙中山先生写过一副对联 叫什么来着 嗯 对了 升官发财 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 没入此门 横连是革命者来 是孙中山先生 写给黄埔军校的门连 如果李仙长 能够以此连自免的话 可敬 可配 过奖 过奖 我小邱月最佩服 像李仙长这样 有血性有担当的党国才俊 难怪省里面为你重任哪 李仙长 里面请 请 姐夫 姐姐咱们怎么办呢 是吧 等一会儿 见机行事 这小子命还真够大的 麻烦 孔爷 我职业让他见盐 我算了 别在这儿动手 我这我的地盘 行 让他多活几个尸身 孔爷 这伟人状不是在咱手上吗 虚张声势呗 那 那您怎么不揭穿他呢 我怎么揭穿他呀 我跟所有人说 伟人状在我手里呢 再说了 这小子说的事全对 现在台上台下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真的县长 这会儿我要钻牛角尖 那大伙怀疑的不是他 而是我了 我带 爹 日本人来电了 噓 没人跟着 说 日本人来电 杨阿九明天务必赶到手上 开什么玩笑 这几百里地呢 半马加便宜了好几天 日本人让你今天晚上赶到野狼沟 他们会派汽车接你 然后直接送你去长沙 长沙不是在国军的手上吗 日本人的汽车怎么进去 不该你操心的事就别问 他们会有办法 日本人让阿九去野狼沟 去干嘛 咱们不是有伟人状吗 日本人要唱一出戏 唱戏 铁锤 看看你姐夫这身派头 怎么样啊 这比你当大少爷威风多了 姐夫 你再看看我 这身行头像新兰官不 瞧瞧你那点出息 穿身新衣服就美得你 那是 你给我记住了 从现在起你就只吃黄粱的人了 把胸脯给我挺起来 别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药房的伙计 那是必须的 我走路都得横着绑子去 这辈子能得衙门当回差 值了 喂吴 大胆狂徒 见了本官竟敢不贵 拖出去斩了 这 大人 咱们都进衙门了 就大人给小的封个官吧 求求大人了 你就当本官的勤务兵吧 勤务兵 又闯火去了 我不干 那要不 你当本官的副官 副官好 有个官子 我就做这个 王副官 到 还不快给本官上查呀 姐夫 不对吧 我怎么又成伙计了呢 姐夫 咱们这是要上哪儿啊 逛街 逛街 这未人状还没找着呢 你还有心思逛街呀 这要是找不着 咱们得吃枪子 有些势众 把我这个真一县长 当假县长毙了 我得有多冤枉啊 天员不会这么不长眼的 放心吧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 这冤枉事多了 那都饿不冤吗 姐夫 要不咱们再去省城里 要一份吧 这黄泉路走第一遍不够 还得走第二遍是吧 再说了 想回去也来不及了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吧 我们去城里面 找个表花店做一下 谢谢咱俩啊 好 嗯 这县城怎么这么冷清啊 用手啊 那桑树平时都给这儿留了 听说武则县 好几任现场都被杀了 老百姓怕鬼子打进来 好多都躺那去了 我当李三强 买了个什么宝贝呢 把他嘚瑟了 原来是别人不要的 牛屎疙瘩呀 但是对咱们来说 他这顶雾纱帽 就是咱的宝贝哥的 走 喝茶去 喝什么茶呀 咱们得赶紧去找李三强 这是省工伟的联络点 老宋正在里边等咱们呢 喝饭就开起 张老板 忙着呢 呦 是吴老板 我约的客人到了吗 客人早到了 在楼上雅座等着你们呢 三位 楼上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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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省工伟机关的负责人 宋直焕同志 公开身份 县里戏班子 宋家班班主 首长好 以后不用叫首长 要叫我宋班主 这位就是王小吴同志吧 我就是 你好 好好好 老魏经常夸你呢 不过也确实很能干 禁国 不让须眉啊 老宋 这么快就开始排 县长太太的马屁了 摸是戏班班局 逢长作息 那是我的行活 这位小兄弟是 你好 我叫施娃子 是新大队的报员 报员 这么年轻啊 说明我们革命队伍 后继有人哪 先生 这个我可做不了 不是 你们开这种店 不就是专门造假的吗 为什么做不了啊 先生 伪造伪认状 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 必然可没这胆量 我也不过问你的来路 你啊 还是另请高明吧 什么叫伪造啊 我就是李三强 我就是李县长 先生 你可真会看玩笑啊 你 再胡叫蛮缠的话 那我可报官了 你哪有那么多废话 你离开你说这是警服吗 假的那在大街上 大摇大摆地走吗 我告诉你啊 这就是新来的李县长 铁锤 你这是干吗呢 放下放下放下 不能拿着枪对着老百姓 那是土匪 武则县的情况 你们都清楚了吧 汉奸特务的活动 比较猖獗 如果李三强 能够为我们所用 不但能给上级 获取物资提供方便 还能挫败 日本人的武藏计划 武藏计划 什么意思 这是上级 刚刚获得的情况 日本人所谓的武藏计划 就是占领武则县城 获取这里的铁矿资源 来制造更多的武器 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他们 不断地暗杀上任的县长 想以恐怖的手段 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小米子这算盘 打得真够紧的 我明白了 我们利用好李三强 就能打乱日本人的 如意算盘 让他们做白日梦去 这比我们筹集军火 冲药多了 是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我保证完成好 翘古啊 你就那么自信 那可不是吹的 以前我在山里 打了头狼崽子 都能把他迅得服服帖帖的 替我看家护院 这更何况是个大活人 我不信调教不好 对了 老宋 我和尸娃子的掌路教练 有现成的吗 哎呀 现成的都没有 不过西街有一家 鲜鱼店要转账 要不这样 咱们把它盘下来 作为临时的连络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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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先生吗 谁 我是武藤少佐 工本大佐的部下 在这里恭候您多事 钟先生 请上车 好 谢谢观看 铁锤 铁锤 什么声儿这是 大清早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起来 是不是谁家死了呀 刚上任就给我添堵是不是 多晦气啊 让不让人睡觉啊 王秋远 你疯了 李县长你也敢泡脏水 李县长 不好意思啊 眼镯眼镯 没看着 这房子不是已经被县政府给买下来了吗 这戏子怎么还不走啊 李县长你有所不知啊 这是前两人县长留下来的滥账 这房子是买下来了 可是房间一直没给他接 所以这就赖着不走了 说谁赖着不走呢 啊 这房子 这房钱给了吗 我就走 这房子还是我的呢 李县长 我今天真是没看着 衣服弄脏了吗 不脏不脏不脏 您刚才这留生机里面 放的是什么来着 带一脏花 好听吗 我再给你放一段 好听好听 好听是好听 但是再来段就算了 听到我寒毛都竖起来呢 李县长 昨天睡得好吗 睡得特别好 这一觉就睡到了天亮 要不是我以为哪家男人死 我还能再睡他半个时辰 李县长 这带一脏花啊 脏的不是男人 是心 哦 懂不懂 姐夫 这带一脏花是什么戏啊 用死男人的女的 怎么哭得那么伤心啊 我哪儿知道 缺心耳眼 笔人是中央日报社的特派记者 姓蒋 请坐 请 这位穿戎装的先生是 我是警备司令部的宣传干事 邵一凡 就问李厂贵大名啊 我就是一个开药铺的能有什么大名啊 二位先生来府上有何贵感 哦 是这样的 我听邵先生说啊 您给一县的抗日官兵捐了不少药材 您的儿子又是武则县的县长 这李厂贵一家算是满门中列啊 所以特意地想过来采访一下 哎呀 蒋先生说过了吧 我们李家人丁单薄 也就是我和我儿子两个人 至于您说到中列 我们都活着呢 谁也没列 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是赞美您的抗日精神 至于说到抗日嘛 眼下只要是个中国人 就应该出钱 出力 出血 甚至出生命 我一个开药妇的捐点药材 不值得一提 李掌柜 您太谦虚了 咱们先不说捐药品的事情 就说您的儿子 您的儿子在这个时候 当了武则县的县长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造福百姓的大事 你 你们也知道 我儿子当县长的事 省政府任命的 闻人状都有啊 对 省政府任命的 那 你们有我儿子 现在的消息吗 李掌柜放心 他现在已经顺利上任了 有您这样的父亲教导 他在武则县城 一定会大展宏图 前途无量的 已经顺利到任了 这就好了 他走了之后 我就没有睡过觉 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了 这就是常说的父子连心啊 我 我过一段时间 要去武则县做一个采访 李掌柜 你我能否来一张合影 到时候也可以给您儿子看一看 以解他相思之恐 蒋先生 真谢谢您了 我是求之不得呀 还有那个蒋先生 我想求您啊 妙笔生化在报纸上 为我这犬子美严美严 求不敢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这样的话我们就请 邵先生给我们来一张合影 好好好 来来来来 邵先生 用劳 好 邵先生 麻烦请把松鹤堂这块贵妇 一起派进去 放心 二位 预备 林县长大驾光临 我要的东西呢 老板 您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您稍等啊 好 您看这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呀 跟真的一模一样 你说这小小的县城 还真是藏龙落虎啊 李先生过奖了 小的也不过只会些 雕虫小技而已 多少钱啊 我哪能要李县长的钱呢 只要李县长 能够经常关照一下小店 就可以了 我堂堂一个县长 怎么能占老百姓的便宜呢 但我今天好像真的没带县钱 要不这样吧 记账 记在县政府的账上 但是 是不可以说是做委任状的钱 我就说李县长在本店挑了些字画 是挂在办公室用的 这个做老板的要聪明 一定可以发大财 托李县长的福啊 嗯 行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李县长慢走啊 你慢走 张贵的 我总感觉这事心里头不踏实 这年头 人心隔肚皮啊 对了 姐夫 你能不能把我姐也接过来啊 让她也顾顾关太太的言 别给我出馊主意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姐是干嘛的 她是你老婆过来伺候你啊 她还是 交通员哪 那有什么呀 这帮长都说了 现在国共是一家人 一家人怎么啊 我跟你姐还是一家人呢 不也成天闹得鸡飞狗跳的吗 夫妻有不吵架的吗 但都是床头吵床尾和 要不别人说欢喜愿下 有人跟着咱们呢 哪儿了 别看 咱们再找个地儿把他们给甩了 哎 铁锤 那家店不是咱们那天想去的 哦 快快快 快 来 姐夫 你刚刚干净什么人了吗 没看清楚 估计是日本的特务想杀咱俩 还好我反应快 铁锤 咱们俩待会儿找个饭店 好好搓一顿 吃了县政府好几顿伙食 我这肚子里面都快长草了 哎 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搭理我 哎哎哎 我说待会儿咱们 干什么呀你们 哎呦喂 哪路的兄弟啊 哎呦喂 哪路的兄弟啊 您倒是报个名号啊 咱们有事好商量行吗 啊 知道我们家二十 你是干什么的吗 我是松贺堂的少东家 我们家就两样东西不缺 一个是钱 一个是药 你们想要什么有什么 只要把我放喽 我媳妇立马把钱给你们送过来 我 哎哎哎哎哎 不带私票的啊 不带私票的 我 我跟你们说啊 我老婆可是母夜叉 我 我老婆 你们要是这么对我 我老婆追到阎王殿 也要把你们给追回来 你说什么呢李三强 谁啊 你再说一遍 王巧姑 姐 你那修书不签字不画 押不就行了吗 你怎么还追这儿来了呢 你不是说那修书你姐没看见吗 我蒙你的 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我当了县长 你想来当这个县长太太 我可没你官引大 你就算当市长我也不稀罕 那就是因为我修了你 你恼羞成怒 找俩帮手来弄我来了 他们可不是帮手啊 是同志 比亲兄弟还亲的同志 还亲兄弟呢 铁锤听到了吗 亲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同志 比你还亲六斤不认哪 姐 娘子的时候你答应过娘的 你说要照顾我一辈子 你傻不傻呀 你听他胡说啊 那你们想干吗呀 要你替我们做事 替你们做事 你们是谁呀 共产党 我忘了来世的方向 忘了走的路有多长 是否跟着完整的河流 就能找到漂泊的海洋 我记得你笑的模样 记得你沉默的悲伤 我记得你沉默的悲伤 你走过的地方 走过的地方 回忆 回忆 在成长 成长 一棵树 在我心上 我爱你 恋你 恋你 愿你是爱 在流浪 我爱 太迷茫 我来过的地方 回忆是信仰 只是分岛 只是分岔路靠 有你的花香 我来过的地方 我来过的地方 回忆是信仰 只是分岔路靠 有你的花香 我来过的地方 不要轻松 你身 confuse 你会过的地方 我不认得你 你会过的地方 我都想得你 代表你 导演 帮你 帮你 旅行 静 帮你 你 你 是 似的 旅行 你 要